哈喽大家好 我是专注车线热爱跑题的不死鸟情旋 今天是2022年的最后一天 这也是2022年我更新的最后一期视频 在这个稍微有些特别的日子 就暂时不更新游戏考古了 我打算做一期非常主观的 2022年个人失望游戏top5排行 正片开始前需要特别说明 本榜单的评判标准非常主观 游戏上榜的原因与游戏的品质没有必然关系 有的作品质量可以说非常的高 只是因为它们与我个人的预期不符 所以才会出现在本期视频中 如果我的观点与您不同 那完全以您的看法为准 本榜单中所有游戏军事2022年 我确实玩过的作品 至于一些口碑不怎么样 但是我并没有玩过的作品 并不会出现在榜单之中 比如北欧女生极乐世界 还有一些质量有问题的游戏 虽然我也玩过 不过因为原本我就对它们没抱什么期待 自然也谈不上什么失望 所以虽然它们有些烂 但同样不会出现在榜单中 比如之前某期视频中 已经被我骂过脏话的臭目GRE 以及有失水准的灵魂骇客2 当然如果榜单中 没有您在2022年遇到的 让您觉得最失望的游戏 非常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交流 说完了闲话下面让我们进入正片 作为原牛蛙工作室成员牵头成立的双点工作室推出的第二款游戏 双点校园的品质其实一点都不差 它属于那种如果手头还有工作没完成 我就不敢轻易打开的游戏 因为一旦开局就很容易停不下来 之所以说对它有些失望 确实与游戏的品质无关 而是我原本以为 它会是一款与双点医院完全不同的全新游戏 但无论是游戏的美术风格 游戏中各种界面的设计 还是推进游戏的核心系统 双点校园都与双点医院太过相似 刚刚上色游戏时总会觉得 我并不是在玩一款新的游戏 而是在体验双点医院的一个大型DLC 本身双点医院这部作品 就是开发团队 对过去在牛蛙工作室制作的主题医院的一次自我致敬 而双点校园又完全基于双点医院的系统再扩展 虽然最终呈现出的游戏品质很好 但这么做是不是多少有些偷懒 不过这也说明了 一套成熟且优秀的SLG作品的框架 只需要稍作改动 就能变成另一款同样优秀的作品 我一直觉得过去的牛蛙与后来出现的开罗 在游戏开发的思路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如果深度抛弃它们大部分的作品 激发游戏乐趣的内核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它们的每部作品又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特色系统 只不过开罗的每部作品一直都坚持着一个统一的美术风格 以及贯穿各个作品的一些彩蛋 而曾经的牛蛙工作室则是每一个系列的作品都拥有属于自己的风格 而如今的双点工作室 无论是想要成为过去的牛蛙 还是想要成为另一个开罗 只要作品能够保持现在的水准 我依然会买单 哪怕它们依然使用这套框架继续做出什么双点餐厅 双点商场之类的作品也不是不行 但是我个人确实更希望双点工作室作为牛蛙的遗产公司 不要轻易的形成路径依赖 而是能像曾经的牛蛙一样 为玩家带来更多主题风格与玩法 都更具有各自特色的全新游戏 我至今竟然记得2002年的今天 就是我第一次与刀剑锋魔路偶遇的日子 那天下午我和几个同学撬掉了学校组织的元旦迎新活动 跑到网吧里联击英雄萨姆 在局游戏的间歇 我偶然点开了刀剑锋魔路的图标 刚开始游戏凭着最直观的感受 我单纯的认为这是一款模仿暗黑破坏神的游戏 不过半小时过去后 我已经完全沉迷其中 忘记了自己原本是来干什么的 因为这款游戏的本质 与我最初的想法根本不一样 它将连击防御闪避 这些过去属于纯动作游戏的要素 融入到了ARPG之中 虽然提升了游戏的上手门槛 但也极大的丰富了战斗的乐趣 一旦了解了游戏的系统 就很容易上头停不下来 2003年7月 像素软件又推出了 刀剑锋魔路外传上古传说 而这个游戏几乎占据了 我中考结束后整个暑假的游戏时间 在后来的很多年里 我还时不时的会把这两款游戏 找出来玩一玩 2022年2月24日 刀剑锋魔路登上了Steam平台 算是给了很多玩家一次补票的机会 不过借用一位Steam玩家的评价 补票归补票 差评归差评 作为一款20年前的游戏 即便今天玩起来 还是能够感受到它的魅力 说它依然是国产游戏的巅峰作品之一 我个人觉得并不为果 玩家们并不奢望它能够重置 但是这样过于原汁原味的 将过去的老游戏 毫无一丁点优化的 就直接拿出来卖 已经不是在消费玩家的情怀 而是在消耗玩家的情怀 而且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就在刀剑锋目录Steam版正式发行的一个多月前 同样是2022年上市的另一款非常优秀的国产游戏情商 先登上了Steam 情商与刀剑锋目录 这两部在2022年中与年末先后上市的游戏 虽然其中一款的系统明显带有博德之门的影子 另一款则明显受到了暗黑破坏神的影响 但并不妨碍它们做出了属于自己的特色 这两部作品绝对可称2002年国产游戏的双比 两部作品都在发售20年后选择登上了Steam平台 让更多人能看到这些曾经因为盗版泛滥而被埋没的经典 这原本是一件好事 虽然两款游戏都没有进行任何的重置 但Steam版情商的口碑却明显 要比Steam版刀剑锋目录好太多 因为Steam版情商虽然割掉了多人模式 导致曾经游戏的部分内容有所缺失 但它至少顺应时代的发展 在分辨率匹配方面做了一些针对性的优化 虽然效果只能说差强人意 但至少比什么都不做得要好 而原汁原味的Steam版刀剑锋目录 不仅没有进行分辨率匹配的调整 而且过去4比3的游戏画面 放到如今主流的16比9显示器上 实际画面还会被强制拉伸发生形变 这真的就让人觉得非常不上心 更让人觉得难看的是 多少有些优化的Steam版情商售价只要6元 而完全没有优化的刀剑锋目录 却要收18元 虽然说游戏的售价不贵 但总让人觉得心里个隐 游戏依然是一款好游戏 但是发行商们最好不要这样肆意的挥霍 老玩家们珍贵的回忆 关于《无脏炎流记》2 我还敢在游戏上市前做了一期 回顾初代《无脏炎流记》的视频 可当游戏上市之后 我觉得这两部作品出了共同的IP 相互之间的关系 虽然不能说没有 但确实也不多 《无脏炎流记》2同23年前 Visco制作的初代 在剧情上并不是续作关系 而是沿用了已经撬辫子了的小次郎 通过与恶魔交易获得重生的机会 然后来找《无脏寻仇》这个故事框架 系统方面 《无脏炎流记》2与初代的共同之处则更少 反而能看到很多其他游戏的影子 不过与初代不像 倒不是我对《无脏炎流记》2失望的原因 因为即使再不像 只要游戏的素质够好 那也不是什么问题 当我进入游戏标题画面按下Start键 我第一眼看到主菜单选项时就感到心头一紧 毕竟能粗暴的把New翻译成新的 把语言选项中的Chinese翻译成中国人 这样的游戏又能插到哪里去呢 开始游戏之后 简短的剧情文本出了偶尔几个错别子 理解起来倒也没有什么障碍 可读起来总觉得就是很别扭 但这依然也只能算是些小问题 毕竟有老头滚动条 与Tia老奶奶这种级别的猪欲在前面 只是语须有些奇怪的翻译算不得什么大事 不过当我第一次看到必杀技能量序满时的提示 我还是有些捧不住的想笑 负责本作开发的Storybird Studio 是一家来自法国的公司 他们原本是使用日语中神字的迅读卡米来指代必杀技 如果按照我们的思路 这种翻译实在要偷懒的话 直接用神就好 但开发团队或许没能很好的理解 东亚各国之间文化上存在的一些共通性 偏偏要在原本的神字前面加上莫名其妙的个字 导致蓄力完成式的提示变成了个神准备好 这种即便我能看动但依然大受震撼的翻译 再加上前面那些铺垫 还是瞬间让我破了房 不过这既没有技术也没有感情的本地话 顶多也就是个笑料 但它从侧面预示了 这款游戏大概率会存在一些质量问题 而这个绝对会让W4玩家直接崩溃的问题 就在第四关的第一母 在这个关卡中只要玩家角色挂掉 便会触发游戏画面与游戏实际内容不匹配的恶性bug 导致游戏根本无法继续推进 玩家只能选择重新读挡 而这个关卡又恰好是在挑战玩家对角色跳跃的控制 只要在游戏过程中掉落 无论有多少残余体力值都会被直接判定死亡 所以这个恶性bug在实际游戏过程中极易被触发 几天之后开发团队通过补丁修复了这个bug 才让很多玩家能正常的继续游戏 但是这种轻易便能触发 而且会直接阻断游戏流程的bug 还是让《武藏炎流机2》刚刚上市就遭遇了口碑boss 不过对于非NS版的玩家来说 这个bug并不会影响之前三个关卡的体验 而最早购买了NS版的玩家 会比其他平台玩家更早的想要骂人 我就是其中之一 因为我们遇到了比第四关恶性bug更让人恼火的事情 虽然说NS的机能欠佳常常会导致同一个游戏 NS版的表现不如其他平台 但《武藏炎流G2》这种级别的游戏理论上 对机能的要求其实也没有多高 可NS版的《武藏炎流G2》明显没有做好相应的优化 在发售之处 游戏画面吊针严重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本作有一个不算是很特别的设计 就是游戏中部分的行动会触发整个画面的抖动效果 在PC版运行流畅的情况下 这个抖动效果并不会影响整体的观感 但在NS帧数不足的情况下 抖动的效果就会变得特别明显 有时过于频繁的画面抖动 甚至会让人觉得眼晕的厉害 而第一关第二幕的矿车部分 玩家需要在短时间内做出大量准确的操作 而吊针导致的操作延迟也让人头疼不已 不过即便到了这个阶段 多少还能勉强的继续推进游戏 可进入第二关之后 游戏的画面帧数已经低到了非常离谱的程度 一款动作游戏的画面居然能稳定在15到20帧之间 也不是随随便便能遇上的 如今因为可以通过网络顺利的推送补丁来补救 很多游戏在首发时带着些小小的bug 已经成为了见怪不怪的事 大部分玩家也能表示理解 但像《武藏眼流记2》这种 带着急急触发的恶性bug 以及非常严重且明显的优化问题 就该让它上市的作品也不是那么常见的 更何况它的作品质量仅仅是达到了及格线 它唯一可以拿来炒作的卖点 还是一个热度并不高的老IP 这样的游戏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本钱 让工作室来消耗口碑 毕竟你又不是CD Projekt 怎么敢随随便便的就来考验玩家的容忍度 好在这款游戏除了糟糕的本地化之外 目前PC版各种发售支出的问题 已经得到了比较完善的修复 至少成了一个能玩的东西 如果实在是没有新游戏玩 又喜欢老实ACT的朋友 可以趁打折入手体验一下 不过原价的话 咱们这边就不是很建议了 游戏刚刚上市时 我对于这款游戏的评价是 能玩但也仅限于此 幽灵县东京 属于那种前期营销高调过了头的典型 游三上真似监制 是本作早期宣传时最大的噱头 甚至一些宣传还模糊的传达过 它原本是作为恶灵复生系列的续作开发的 加上2019年最初方主的概念 PV在当时看来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所以很多玩家早早的 就对幽灵县东京保持了非常高的期待 甚至在游戏发售前 记忆一些报道中还在提 三上真斯表示 他与他的团队在未来 每十年都会制作一款 能够让玩家记住的游戏 而幽灵县东京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这些用力过猛的宣传 将玩家对于游戏的期待值 拉到了一个不切实际的高度 一边是持续高调的过度宣传 但另一边 当时间越来越接近游戏的发售日期 各路媒体上又开始出现了一些 明显是想要拉低玩家 因过度炒作而产生过高期待的宣传话术 比如开始强调 三上真斯只是本作的挂名监督 在游戏开发工作中 他参与的程度其实非常有限 而且随着实际游戏画面 开始逐渐被公布 部分眼尖的玩家也意识到 这款游戏的质量 大概率不可能达到之前宣传的那么高 但是这些补救式的返向公关 已经来得太晚 根本无法避免游戏发售后 必然会出现的口碑滑落 游戏正式发售后 大部分游戏媒体还是本着 万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原则 给出了一些类似狭不掩狱的评价 但我个人看来这款游戏 应该说是狭于分明 一眼惊艳 却不能细看的美术和场景 看似酷炫 实则单薄无比的战斗系统 剧情之外毫无亮点的战斗流程 噱头满满耽误了自己的白鬼夜行 当然这些都不是幽灵县东京 最让人觉得失望的地方 游戏的行动区域 没有被局限在地面部分 玩家可以通过技术 飞越至大楼的顶部 这个设计极大地提升了 整个地图可探索的区域 但另一方面 开发人员完全没有设计 足够丰富的内容 来填充庞大的游戏空间 地图越大 反而越能让人感受到游戏体验的空洞 幽灵县东京确实有些垮 不过它还是有些突出的亮点 那就是游戏的本地化处理 游戏中很多的台词和文本 如果细看一下就能感受到 进行本地化工作的翻译 并不是身影的逐句翻译 而是做了很多基于国内玩家 日常语言习惯的处理 不过这些处理因为做的比较好 反而不准痕迹 如果不是刻意流行比对 大部分玩家并不能在第一时间 就感受到他们的用心 不过原本在日语版中 那些说关西腔的狸猫 还是让人体会到 为幽灵县东京进行翻译的人 确实是非常的用心 如果只是单纯的 把狸猫们的台词翻译成中文 其实很难让人感受到 开发人员原本想要通过 这些狸猫为玩家带来的欢乐 但进行翻译的工作人员 并没有这么简单的处理 而是非常巧妙的 让他们说起了一口四川话 这个处理方式 非但没有破坏游戏整体的氛围 而且还能让国内的玩家 准确的体验到 这些狸猫存在于游戏中的意义 首先我要坦诚的说 之所以会把 《月风魔传不朽之月》 排在榜单的第一名 是带有严重个人偏见的 《不朽之月》在我眼里 就是一款非常糟糕的游戏 与《月风魔传不朽之月》 一样《月风魔传不朽之月》 也是打着经典续作名义 推出的游戏 不同的是 《月风魔传不朽之月》 无论是发行公司 还是制作团队 与过去的初代游戏 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而《月风魔传不朽之月》 确确实实是有原来 IP的持有者 大家非常喜爱的 FuckNami发行的 游戏开发工作则是由之前参与过 灵魂能力5和龙珠Z卡卡罗特的 一家名叫GuruGuru的公司负责 因为距离初代的发行时间太过久远 当年负责制作初代的 《科乐美开发二科》早已不复存在 而制作人 曾经开发二科的客长 创造了《科乐美秘籍的桥本何久》 也在2020年就已离世 这款35年后发售的续作 自然不可能由原班人马负责 《月风魔传》放到今天来看 说是简陋也不为过 而且它还带着非常明显的 对塞尔达传说20科的冒险 以及原品讨魔传模仿的影子 但它也确确实实能称得上 是当年一款非常优秀的作品 关于初代《月风魔传》的回顾 因为我计划 未来一两个月内 会制作一期专门的视频 所以这里就暂时不多说了 而2022年2月正式上市的不朽之月 以其实说是续作 不如说是一个顶着初代的名头 莫名其妙冒出来的似不像 或许更恰当一些 如果说这是款同人游戏 或许我还能接受这份情怀 善意的去看待它 但早就不要自己老脸的科了美 以官方名义推出这么个东西 完全就是在糊弄鬼 不买情不骂 已经是对它最大的尊重了 游戏采用了服饰会的美术风格 在只看静态图片的前提下 确实还是很抓人眼球的 但实际的游戏动态画面效果 完全就不是那么一回事 整个游戏画面缺乏明晰的层次 搭配上杂乱的低饱和度配色 并没有很好地呈现出服饰会的效果 反而容易让人产生严重的势疲劳 更要命的是 一些关卡因为要展现下雨的效果 关卡进行时 会一直有密集的白色线条划过屏幕 这些白色的细线 在刚开始游戏时 并不会让人觉得有什么特别 但只要游戏时间稍微长一点 这种一直持续不断出现的 细碎又密集的白色轨迹 就像过去电视信号不好时 出现的满屏雪花片一样 会让人觉得眼睛更加不适 而游戏的系统 作于月风魔传的续作 不朽之月并不是一款带有丰富探索要素的ARPG 而是一个需要玩家无休止来回刷刷刷的肉鸽 肉鸽本身是一把双刃剑 在游戏的基础系统 本身足够优秀的前提下 搭配合理且丰富的随机元素 确实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一款游戏的耐玩性 但不朽之月的系统 本来就存在各种武器不平衡 整体难度设计失衡 游戏节奏过缓等种种缺点 再加上一个感觉完全没有 经过认真设计的随机系统成功的把游戏品质 又拉低了一个层次 算游戏的系统非常单薄 武器的平衡几乎不存在 以及莫名其妙的肉鸽系统 但本作的PC版至少还有一个优点 那就是操作顺畅 如果你能忍受游戏画面对眼睛造成的不是 仅仅把它当做一款 偶尔拿来消磨时间的游戏也未尝不可 但NS版的游戏体验就只能用糟糕来形容 因为帧数不足 让原本就有些缓慢的游戏节奏变得更加拖沓 游戏的操作手感也变得非常奇怪 玩家角色所有的行动都带有一种莫名的粘力感 经常会因为帧数不足造成的延迟出现大量不必要的误操作 一款ACT游戏能够让玩家在游戏过程中感到沉闷犯困的同时 又能因为操作不上感到莫名的窝火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如果没有打着月份魔传续作的免疫 PC版的不朽之余还算是一款质量在极客线附近苦苦挣扎的肉鸽游戏 稍微玩一玩的价值多少是有的 但话也要说回来 如今优秀的肉鸽游戏并不少见 真想要玩这类作品的朋友好像也没有必要 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这样的一款游戏上吧 聊了一堆2022年最失望的游戏 最后要向大家推荐一款2022年度最让我感到惊喜的游戏 重金属地狱歌手 这款游戏的不足之处其实非常的明显 怪物种类太少 游戏总流程太短 关卡设计还有些单调 但它的亮点也足够吸引人 开发团队很有创意的 尝试将应由与FPS的战斗模式进行结合 如果仅仅是把它当作一款普通的FPS去玩 虽然会很累但也不是不行 不过如果玩家能够在战斗中 依照提示根据BGM的节奏 持续发动攻击的话 可以极大的提升整个战斗的效率和爽度 虽然战斗系统的合理性 以及游戏内容的丰富度 还有非常多的提升空间 但作为一个摇滚与爱好者 虽然玩音游和FPS的水平都只成堪堪 但重金属地狱歌手 那还有待继续打磨的战斗系统 却完全戳中了我的嗨点 管它什么场景太单调 管它什么怪物种类太少 只要我能跟着游戏里的音乐 一边开枪一边摇摆起来 这就足够了 视频的最后 显着两句与游戏无关的话 感谢各位朋友在即将过去的一年中 对我的支持与鼓励 非常抱歉 在这一年里又拖着大家 听我叙叙叨叨闲扯了很多 与游戏无关的东西 由于个人能力有限 我的视频之中不发一些疏忽错漏之处 在此向所有观看视频的朋友们 真诚地说声对不起 作为一个永远的新人UP 在未来的一年 我会继续努力为各位带来更好的内容 最后祝屏幕前的各位朋友 在即将到来的2023年 神体健康 工作顺利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谢谢观看 我们明年再见